不要着急 下面大家告诉我已经 接下来你说吧 还要完成什么事 是不是这两个不成立的箭头啊 我要讲诸解了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要讲诸解了 所以我要跟你们大家说 我不能牵你们的东西 Delta Z如果等于A Delta X 加上B Delta Y 再加上Ru的高级不成小 说咋了 AB是什么 A是对X的偏大数 B是对Y的什么 偏大数 实际上这个说明就很清楚 只要你可为咋了 一定什么 一定可偏大 大家说如果你不可偏大 是不是AB都找不到啊 所以这个就清晰地告诉我 是不是可为的话 是肯定可偏老的 因为AB是不是就是两个偏老说嘛 刚才是不是我们也证过了 第二个 Delta Z 等于A Delta Z 加上B Delta Y 加上Ru的高级不成小 等价于什么 我现在问问大家 你们在研究可为的时候 首先要检查什么心 连续心 因为你们知道 是不是连续是可为的必要条件 啊 刚才证过了吧 是不是可为一定真的连续的 那就表明连续是可为的必要条件 当一个函数都不连续了 是不是可为就不可能了 大家告诉我 还有一个必要条件 可偏老 是不是可偏老也是可为的必要条件 那我问你 你在研究一个函数可为的时候 是不是首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偏老数啊 是不是没有偏老数 是不是我就不检查可为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如果我这个函数就是连续的 又是可偏老的 那么现在下面究竟可不可为 是不是就打个问号了 那么我要问了 有没有泡面法呢 有 看好了 Delta Z等于这个等价于什么 Delta Z 减什么 A delta X 减什么 B delta Y 等于什么 Ru的各界五雄雄雄 明白没有 大家能不能再告诉我 从中的两件 是 Limit 什么 Ru取0 什么 Delta Z J A delta X J B delta Y 出于Ru 等于个啥 你不是各界五江小吗 啊 所以我要讲一句重要的话 所以我要讲一句重要的话 很重要 Ru Z 等于FXY ZM0 可什么 告诉我 可什么 可偏老 责 大家告诉我可偏老 是不是满足了 什么条件 必要条件啊 那么在可偏老的前提之下 我进一步的问你 你可不可微 是不是我找了个泡面法给你的 责 可微 重要条件是 Limit 什么 Ru取0 说 Delta Z 减什么 A delta X 减什么 B delta Y Z 对于Z 0 这就是个标准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我讲题了 我下面讲题了 现在就说 现在就讲题 例题一 我就讲一个例题 FXY 是年试的 我跟你讲啊 我只年试啊 大家知道年试是不是不一定可微啊 现在我就告诉你 Limit Obo FXY 10等于 RX 减3Y 应该是 加上这个 1 1 1 加4 再加上 圈 更好 X减1 平方 加Y减2平方 要你去求 DZ 哪一点呢 这个是Z等于FXY 哪一点呢 1 也就是Z 是等于FXY 这个FXY 是等于这么一个表达师 现在要你去求 函数Z 是不是 E2 这一点的权威犯 你们一定会感觉到 老师 这个题目 怎么求啊 都不一定可偏倒了 你别急 他老师 首先问你一个问题 你告诉我 F1 2 是谁 这个能求吗 F1 是谁 我这里话把数据给一下 我告诉大家 我给个什么呢 7 7吧 F1 大家告诉我 F1 是几 3吗 是不是 带进去就行了 那么你现在告诉我 DataX是谁 X-1 DataX是不是X-1 回答我DataY是谁 Y-2 回答我叫Ru是谁 Ru大家知道 本来是不是DataX放 加DataY放 现在谁 X-1的平凡 加什么 Y-2的平凡 能听懂吗 回答我一下 DataZ是谁 告诉我 I-U F X-Y 减什么 减3啊 对不对 不是减3 减F什么 1 明白吧 大家告诉我 实际上就是F X-Y 减减3 减3 减3 能听懂吗 他老师这本里一句话 这本里一句话 S-F-X-Y在这儿 这出来 是不是这次F-X-Y 回答我减30几 这个变成F-X-Y 应该是RX 减3Y 干嘛 加F-X 再加一个什么的无枪球 Ru的 还听懂 回答我 这个地方可以写 两倍的 X怎么 减1 再减3倍的 Y怎么 减2 再加Ru的高杰浮枪球 巧的一套糊涂 对吗 你告诉我 这是个什么东西 DataX-X 这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告诉我 现在DataZ 写成什么了 一个常数 乘以什么 DataX-X 是不是加上 第二个常数 乘以DataY 后面加上Ru的 高杰浮枪球 你告诉我 这个诗子 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诗子 代表的就KV 回答我 DZ 在哪 1 大家应该知道 是不是前面 这个线性部分 应该写成什么 R什么 DX 减什么 3DY 我再问大家一句 R是谁 F X一P什么 1 是不是应该等于R 大家告诉我 FY一P 1 1 2 对 FY三 是不是这个 大家应该懂啊 听懂了吗 懂了没有 好的 下面我们再继续 举反例了 反例三 大家现在告诉我 要解决什么问题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整个这个关系图 它缺什么地方 缺这个 缺这个 是不是缺3 缺4 能听懂 请看看我的 我一个反例 搞定3 4 请看 Z 是FXY 说吧 是谁啊 是XY 除以 更好 什么 X方 加Y方 XY 不等于0 0 0 如果这两个特性 如果这两个特性没有 是不是我就建议你别往下走了 听懂了吗 请看我的第一步 回答我 FXY 技巧啊 绝对值 大于0 这个没有 没问题吧 绝对值大于0 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告诉我 等于多少 说 是不是等于这个万一 要取绝对值啊 你知道我怎么办 你知道我怎么办 我的做法是 X的绝对值 放旁边 Y的绝对值 放上面 分母是不是造型 看到了没有 能不能看到 看到了以后 现在我就问你 Y的绝对值 除以 更好 X方 加Y方 你告诉我 Y的绝对值是谁 你们这个不懂 Y的绝对值是谁 是不是Y方 K方 大家最高中 分母是什么 更好 X方 加Y方 对不 说 小Y的绝对值 自己说 你们这些孩子 真的假的 这反应你不知道 小Y的绝对值啊 小Y的绝对值 1啊 是不是显然啊 行吗显然 显然小Y的1啊 能听懂吗 回答我 小Y的绝对值什么 X的绝对值啊 听懂 回答我 因为 X去你 Y去你 X的绝对值得值 怎么他在懵啊 我用什么定理告诉我 你告诉我 我现在准备用什么定理啊 加倍定理啊 是不是加倍定理啊 告诉我 左边的极限是值 右边的极限是值 这个极限也是值 那不就行了吗 所以 X去你 Y去你 Fxy 值 0 再告诉我 还得有F值 有没有看到F0 你也是你啊 说吧 这个极限代表了什么说 这个极限代表了什么说 是不是这个极限代表了联续了 明白没有 下面第二个 检查可骗的 Limit X去你 F X你 减 F你 除以 X减你 你们给我可算 F000是0吗 Fx0什么意思告诉我 就是这个里面YH值 YH值分子是几 分母是几 分母是不是X的绝对值啊 结果还是几 0减0 0减0 除以X 可以得到Fx一匹 00值 0 大家再帮我看看 本体XY对的吗 对的吗 同理 F-Y-E-P 00 也是几 回答我 到这个地方 说明了我们这个函数 在00又早了 是不是又可偏导了 它既有什么心 又有什么心 可偏导心 听懂吗 那么大家告诉我 是不是我开始胆子越来越大了 回答我 下面要检查什么心了 可偏导心 听懂没有 慢慢试水啊 懂了没有 是不是 第三个 回答我 DataZ是啥 说 F XY 减什么 F00 大家 这么正常 在00这一点 是不是DataZ 就是这个万亚 大家说 F00是指 0就不要了吧 结果就是 XY 除以什么 更好 X放 加Y分 我再问大家一句话 Rule的意思 说 Rule是不是 更好 X放 什么 叫我F00 叫我F00 对不对啊 对不对 对的 告诉我 A的语计 0啊 B的语计 0 你们知道 AB是什么 告诉我 你们知道 不知道 AB是偏导书 刚才是不是 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是不是 两个偏导书 全是0啊 好的 我懂事了 Limit 入屈0 DataZ 减去A 什么 说 DataX 减去B 什么 DataY 除以什么 如 大家告诉我 DataX是谁啊 X减0啊 DataY是谁 Y减0啊 DataX DataX 你一句话 这个极限 等于极就可为 这个极限等于极就可为 等于0 是不是等于吃了就不行了 听得懂我的话 OK 我动手了 DataX 入屈0 等于什么 等于X 屈0 什么 Y屈0 明白 大家说 入屈0 是不是等于X屈0 Y屈0 他老师再问你一下 这个有没有 没有吧 是不是就他 如此 如此更好 是不是 那我问你是不是就他 吹他 告诉我更好 有没有了 没有了 就是XY 吹什么 X吗 叫Y 这个叫不存在 我口头说一说一下 为什么不存在 大家告诉我 像坐标远点 毕竟 走一三挂线的 脚平凡线 几千十字 大家告诉我 如果走Y 等于X 极限是 走Y等于 负X 负二分之一 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 沿着两个方向 两个极限啊 表明这极限存不存在 不存在 大家不要忘了 极限等于 几才可费 是不是等于0才可费 现在是不是极限 根本就没有 告诉我可不可费 所以 FXY 在0.0 不可费啊 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这个关系 投稿的好清楚啊 啊 是不是都非常清楚了